明镜推荐 明镜为您推荐 明镜电视节目惊讶 敬请锁定 从美国这一年多的实践 和8月13号通过的这个国家国防授权法案 可以看出来 美国在认真的实施 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的内容 比如说 它的最爆炸性的内容就是 中国是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 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 朝鲜和伊朗 是美国要重点关注的 这个邪恶势力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些 阐述都得到了实施 川普总统并不是写了一个报告 而是一个战略方案 而且正在实施 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就印证了这一点 所以不要小看美国的前面的报告 也不要小看美国的这一个国防授权法案 这个授权法案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 因为它涉及到中国的内容都比较重 而且也是呼应了国防安全战略报告里面 就是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的 视中国为投号竞争对手 实际上是投号的敌人的这个弄断 那么在这个国防授权法案里面 对中国影响比较大的有这么几条 这几条实际上来说 这并不是说是基于跟中国的硬碰硬的这种 立即的进行这种较量 而是基于长期的对中国的遏制 比如说第一条他就是跟中国这个涉及到的 第一个他提到了就是中芯和华为的产品啊 以后美国不能用了 这一点呢应该说是大家预期里面的 而且中芯和华为应该说在美国以后没有市场 那么当然你也可能不能卖给朝鲜 卖给伊朗这个产品 这是你因为你是约定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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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